大家好我是奥雷 前段时间我讲过自己看的第一部国产恐怖片 今天就讲讲我看的第一部国外恐怖片 这部电影叫灵异鬼陷 是鬼哭神嚎系列里的其中一部 比利带着一家人搬到了新家 他带着与前妻所生的孩子 泰迪与杰西卡和凯瑞组成了一个新家庭 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重组家庭 凯瑞还有一个腼腆的儿子三米 五人对这间新房还是挺满意的 泰迪和詹米关系很差 经常发生一些小摩擦 不过还好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矛盾 比利在旁边一间废弃的木屋里发现了一个玩具屋 他觉得这个玩具屋做的挺不错的 于是把他搬到了车库 再过不了多久就是杰西卡的生日 比利准备了一辆儿童单车 当做礼物打算在生日那天送给他 深夜玩具屋里的壁炉开始生火 随后家里的壁炉也自动开启 凯瑞被热醒于是叫比利下楼去看看 比利关掉壁炉后 四处转了转 回来时看到壁炉又自动开启了 比利这段时间为了这个家忙里忙外 他坐在沙发上没会儿就睡着了 在梦中他看到杰西卡在壁炉里向他求救 醒过来后关掉了壁炉 没过一会儿车库里的车受到神秘力量控制 压坏了儿童单车 比利发现单车被毁后 只好把玩具屋弄干净 用玩具屋代替单车作为生日礼物 生日当天比利的老友杜拜和玛丽来到这里 为杰西卡庆生 杰西卡对这个玩具屋十分满意 随后在玩具屋里找到一盒子人形娃娃 众人也没在意 泰迪想捉弄詹米 于是在生日道具马里放了一只玩具蜘蛛 因为詹米特别害怕蜘蛛 可等詹米敲破道具马时 里面的玩具蜘蛛却变成了真的蜘蛛 泰迪解释也没人信 还被赶到楼上忏悔 自从接触了玩具屋后 杰西卡就开始生病 大人们也没往玩具屋上想 以为杰西卡只是受了风寒 晚上詹米的宠物白鼠跑到了玩具屋里 然后躲在了一张床下面 紧接着 杰西卡的床下就出现了一只巨型老鼠 即使赶来的泰迪也看到了这只老鼠 可等比利来后 床下却什么都没有了 詹米看到自己的白鼠死在了玩具屋内 说是泰迪弄死的 这下两人的关系比之前更差了 比利安慰了詹米两句 等他走后 詹米死去的父亲突然出现在詹米面前 父亲先是询问了一下詹米的近况 随后就开始挑拨詹米和比利的关系 最后对詹米说 以后他还会抽空上来 说完后就从柜子里离开 一天 泰迪的女友不美来到这里 二人跑到木屋里交合 汉战正欢时 桌上的黄蜂标本突然复活 钻进了泰迪的耳朵里 还好最后抢救及时 将黄蜂取了出来 某天玛丽再次来到这里 他感觉这个玩具屋让他很不舒服 于是拿了一个人形娃娃走 打算带回去给杜拜研究 杜拜懂得一些驱魔的知识 临走前 玛丽叫杰西卡 把玩具屋不正常的地方都给记录下来 晚上 詹米的父亲又来到了这里 他身上已经开始腐烂了 他告诉詹米 自己要杀掉比利 连比利的坟墓他都挖好了 还一直说比利的坏话 看到父亲这样说话 詹米开始怀疑 眼前的父亲到底是不是原本那个父亲 还好最后父亲忍住了没动手 同一时间 博美来到了这里 泰迪却给他调酒 博美在火焰中看到了杰西卡 随后头发突然开始燃烧 由于泰迪开了炸汁机声音太大 所以他没有听到博美的呼救声 等他赶到时 博美已经严重烧伤 被送往医院抢救 父子两人互相甩锅 比利认为是泰迪没有照顾好女友 泰迪认为是比利的这间房子 有问题 双方争执不下 杰西卡则在尽责地记录玩具屋里的异常 另一边 杜拜在研究这个人心娃娃 突然发生地震 玛丽被倒下的书架砸伤 杜拜知道 比利家的恶灵 他们根本惹不起 但还是决定去帮帮他们 詹米的父亲再次出现 这次詹米再怎么劝说 他也不打算听了 还将詹米推出门外 比利和老詹终于开始正面交锋了 可是没过一会儿 凯瑞就闯了进来 原来詹米对凯瑞说 父亲打他 凯瑞以为詹米说的父亲指的是比利 立刻将比利赶出家门 看到死去的前任丈夫后 凯瑞差点没吓晕过去 比利想从车库进入屋内 却被恶灵困在了车库里 还好杜拜及时赶到 二人闯进屋里 烧掉了杜拜准备的 代表老詹的娃娃 老詹很快就被烧成了灰 几人上楼才发现 杰西卡被恶灵抓走了 根据杰西卡笔记上的线索 比利和杜拜跳进了壁炉里 来到了地狱 杜拜制造了一个结界 掩护比利妇女逃跑 地狱魔王无视这个结界 杀死了杜拜 幸好比利一家人最终还是逃出了这里 比利烧掉了玩具屋 这间房子也跟着一起被烧毁了 一家人逃出了恶灵的手精 电影到此结束 鬼哭神嚎系列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搜索一下 纽约海洋大道112号 这部电影本身没什么亮点 不过因为这部电影是我看过的第一部恐怖片 当时还是挺害怕的 后来多看了几部 对这部电影就没什么感觉了 今天的这一期是我自己主动选的电影 并不是观众推荐的 接下来是微博问答环节 喜欢吃的是苦瓜子 讨厌吃的是苦瓜肉 好了就说这么多 我是奥雷 我们明天见 最后是广告时间 大家好 我是拿言 和你一样 我们也喜欢看奥雷讲那些童年不敢看的 错过的电影故事 而要想知道什么手机更好 就来看科技美学的视频 加油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